对我其实是在上初中的时候 我一开始去了加拿大的 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个男校上学 然后当时去的时候 就已经下定决心说 以后高中要来美国 毕竟我去了国际学校了以后 总归就是目标就是以后来美国读书了 我也比较喜欢这个环境 而且我本人对体育非常感兴趣 国内的体育机会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这也是造成我来美国的另一个原因 因为现在世界科技发展很快 然后我也想多看看世界 然后也想体验体验美国的生活 和美国的教育 新年级暑假的时候 来美国的一个高中 上了一次就是Summer Program 然后当时就很喜欢美国上课的方式 反正就上完之后 感觉特别冲动的 就想说要去美国上学 然后就开始准备 然后就来了 当初来美国的话 其实就是想挑战自己 然后尝试着去接受一种更新鲜的文化 去接受更全面 更先进的教育 感谢观看 我们已经决定了 从昨天到明天到明天到晚 所以我们可以祝福这个美丽的假期 一切最重要的假期 中国人的全年 与我们的SAS的家庭 我们的中国年纪录师 将来介绍一下 我叫Richard 今年18岁 从小在中国北京长大 直到12岁半的时候 我来到了波士顿 去上了一所 美国初中 寄宿的初中 到了9年级申请到了St Andrews 现在我在St Andrews是12年级 我从10年级刚来St Andrews 我就是我们学校的 年级学生会的一个成员 然后到了11年级我是 学生会主席 然后现在12年级我是 一个10年级宿舍的 住中文应该叫宿舍长 对对对 那个麦克里是 Jesse 我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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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 外面 放着你的外面 好 好 时间到睡 好 晚安 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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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现在很喜欢跟其他人交往 而且也很喜欢演讲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是有社交上的困难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不到13岁 因为之前一直是在国内教育系统里长大的 从北拉夫小到北拉夫中 我一直都不知道 不很了解美国的文化 包括当时 我青年时候 Justin Bieber很火 然后还有很多说唱音乐 我都没有听过 所以说很多人聊天的时候 都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 我就发现自己特别安静 因为实在是插不上话 但是后来还是感觉 就是这是一个成长的阶段嘛 这种孤单的感觉 还是让我学了很多 打篮球教会了我 怎么从失望和困难中崛起和继续奋斗 我从三年级开始打篮球 我从小就是比别人更想赢 比别人更想更努力 我从三年级开始 我就是一个对别人防守 我是一个防守型球员 包括现在在高中打篮球 我也是 我打的技术不是最好的 我头篮也不是最好的 我肯定也不是最高的 我也不是最壮的 但是我就是有这个 英文叫Heart 就是有这个勇气 去跟别人比赛 这个篮球的心态呢 也让我在社交方面 也在学术方面 也帮助了我很多 刚来的时候 对社交有困难 我不了解美国文化 但是我就是不停地要去交流 我不会因为别人说 我今天不想跟你说这个 我不会说 那我就放弃吧 我不去干这个事情 我会一直不停地去挑战自己 不停地让自己 使自己进步 在我现在的生活里 每周三晚 教堂前的晚餐 是我一个跟其他人交流的好机会 我们学校每周三晚上都会有教堂 我们所有同学要穿上西装 在家庭式的晚餐吃饭 每个晚餐呢 我们都会跟老师和同学聊天 我们会聊各种的话题 比如说体育 美术 上的课 还有我们会聊一些 有很多政治的 或者经济的新闻 有很多政治的 或者经济的新闻 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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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什么 我也做 我做什么 晚餐之后 我们都会去教堂 每周三的晚上 都会有老师或者学生演讲 有一些老师会讲他们长跑的经历 有一些同学会讲他们自己 当Sing Andrew学生的经历 比如说在这周 我们有很多黑人的同学 在全学校面前祈祷演讲和表演 因为这个月 二月份是 美国黑人历史月 在所有的风光和演讲和活动之后 我也有很多的付出和牺牲 在这些付出和牺牲之中呢 我学到了怎样去努力 怎样不放弃 我希望在Sing Andrew之后 我能继续 在我做的所有事情中 用这样的心态去工作 我叫乔菲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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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Leo,我今年十七 我从小在上海长大 后来呢,在初中的时候 到了加拿大温哥华 一所男校念书 后来九生时,来到了St. Andrews 我现在是一名St. Andrews的Senior 我来美国上高中是因为感觉这里的不管是什么课程,活动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自由开放一些 比如说,这里上课的形式更多是以讨论为主 我在十一年级的那一年 我们读了哈姆雷特 然后,胡小山庄,还有Anna Karenina 让我真正就意识到古典文学 应该怎么去欣赏他们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东西 你得到什么想 但在同时,你会在未来的危险 这种圆桌讨论师的课程也让我受益良多 丰富了我的精神,提升了我的沟通技巧和文学修养 但是在课堂以外的话,社交方面还是会有一些挑战 美国的社交文化 我觉得首先,先讲一个最悔三观的就是 比如说在特别是异性之间的性文化方面 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开放不知道多少遍 虽然平时也不会说大庭广众之下聊这些东西 但是私底下这种事情发生还是很频繁 社交文化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 在我们学校就比较注重的是大家像个大家庭一样一起生活 但是说实话,我比较适应的是那种 就是跟三两好友一起 就是花一些比较多的时间 对我来说,我对融入的理解是每个人保持自己真实的那一面 然后让你生活的社区更加多元化 比如说我和我的室友,他是一个美国人 但是因为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打壁球和编程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这是我室友 你室友是什么? 今天等会我要去B球训练 然后B球是我来St. Andrews以后就我10年级开始打的 整个运动的话就是一个在一个玻璃的场地里面打的网球 然后那球可以在墙壁上弹来弹去那种 B球训练 因为我觉得B球就是像刚刚说的就关在一个玻璃的场地里面 就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也不会太在意 就是打的时候就会比较能静得下心来 B球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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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余时间还比较喜欢自学编程 有一个网站叫Udemy 上面有很多非常好的 一些要付费的一些课程 就跟着那些课程学 就是我自己告诉自己说 我喜欢做这件事情 而且愿意花很多时间 然后呢牺牲一些自己休息的时间 去做这些事情 这是我第一个帮我们 学校做的一个自行车的管理系统 只要发email就说 我的自行车丢了 大家都可以知道说 他的自行车是长什么样子 打码编程这件事情 对于美国人来说 是一件非常书呆子 非常nerdy的一件事情 他们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说光凭打字就能够创造出东西 是一件多么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情 在美国社会我觉得 会因为别人的一些看法 导致自己的心里面 也会有什么一丝不安 但是一定要清楚地记住 自己是谁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而不是就被身边的人所改变 对我意义比较深的四个字 就是勿忘初心 我叫Stella周子玉 然后今年十九岁 我来自上海 初中的时候是在西南卫育中学 差不多四年前来的美国 然后现在是St Andrew School的一个十二年级的学生 在课余时间我是我们学校九十乐队里面的 Pianist和Orchestra里的一个Violinist Orchestra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管弦乐队的乐团 然后呢我们主要就是弹一些古典的音乐或者是可能就是像classical music 或者当时romantic era那些music 然后我在管弦乐队里面担任的是second violinist 就是一个很好的可以给我操练自己小提琴就是技术或者是对音乐理解的一个地方 我们学校主要负责音乐的老师是叫Mr.Gares Buck 他自己在Orchestra和就是管弦乐队和爵士乐队里面是负责指挥 加上选择我们每一个季度会弹奏的一些曲子 Yes, you will do much much better We want the excitement in the strings to sort of be sort of like the psychological echo to the brass chords here OK 然后在管弦乐当中会有弦乐就比如说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还有bass,低音提琴 然后还会有一些管乐比如说黑管,长笛,还有bassoon 然后还会有一些打击乐器 你不是一个人在里面谈自己的音乐,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团体 你要想怎么让自己的声音能够融合在一个更大的团体当中的声音 然后就是通过音乐的这样一个方式跟别人能够就是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除了在课外我对音乐的兴趣,在学业上我最喜欢的是生物 今年的话我就是和我们学校的一个生物老师创立了一门课叫anatomy and physiology 所以在这门课里面我们可能主要的topic就包括可能心血管系统或者你的呼吸系统 就是老师每节课会给我很多可能一些病人的例子 然后就是通过看这些病人他们曾经的临床的诊断 跟他们一些就是做出来的一些test result 通过我自己学的一些支持判断这个病人可能是得了什么什么病 所以你那时没有 heal 是不过状态但当你起过疎症动 受盏症动的感觉 那么好 Telegram 所有的情报 全部都是进行过腹 contre移植物 整个情报的时候就可以说到你的身体 CMG 身上的解释方式的描述 和 flip type where it is 在未来到大学 包括以后可能工作我也会就是继续 保持对于生物方面的兴趣吧 我现在的设想是 可能可以做一些更多,特别是在大学里面 做一些更多关于癌症方面的 科学的研究 因为这个毕竟是高中 不能够完完全全给我的一个机会 除了发展自身的兴趣以外 我觉得我也从一个女生的视角 发现了美国社交文化 很多特别的地方 Instagram的话 我觉得是在 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之间 或者至少在Sandridge的同学里面 是比较常用的一个 特别是在女生里面 然后我觉得Instagram对于 特别是很多女生来说 可能就是去创造一种 Personality 他们的个性 他们的性格 然后大家在下面的评论 都会是那种非常正面 就比如说 Oh it's so gorgeous 我觉得美国真正的社交 可能跟中国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当很多很多人 就是彼此还不认识的时候 他们可能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很多很多人 可能有十个人 二十个人 甚至三十个人聚集在一起 然后就是 就是会是一个很热闹的场景 然后大家就是 想说什么就会说什么 美国特别是女生之间 可能交流 就表达自己的想法会很直接 他们可能不会拐弯抹角 或者甚至有时候 可能会说出来的话 会觉得有一点不重听 但是其实他们都是真实的话 美国的hook up culture 就是在 美国的学生 可能从 可能从初中开始 然后到高中甚至大学 就是一种很盛行的文化 然后它主要就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可能他们对对方产生了一点欣赏的情绪之后 可能会进行一些很亲密的行为 从kissing可能会到非常非常亲密的那种行为 可能特别是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 他们可能会因为这种hook up culture 所以对一些男生 或者更多的是对一些女生产生一种偏见 就是会觉得他们是比较随便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也不能定义一个人的全部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我也不想让他 就是我知道他存在 但是我不想让他太多的影响到我和别人的交流 在美国高中四年 我觉得虽然经历了一些文化冲击带来的挑战 但是我也发展了很多课外兴趣 然后提高了自己的学术能力 收获了很多友谊和意义 然后今年呢我还投入了一些新的活动 比如说成为了学校网球队的manager 主要负责帮助教练拍摄一些训练的视频 和记录比赛的数据 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也坚持了很多 我这几年在高中的爱好 比如说担任校报编辑等等 未来我希望自己能够多读一些书 积累几个很好的朋友 然后继续投入在我热爱的事情里 在一开始当初我还是 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 十年之后终于在 Hello 大家好 我是这部微纪录片的制作者 我的名字叫蓝天号 Tim 然后我来自中国的广东中山 我十五岁的时候来美国上高中 然后现在也在San Andrews读十二年级 我当初之所以想拍摄 这个纪录片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 赴美高中留学的小留学生 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 我们在十五岁的时候 来到异国他乡追求我们自己的梦想 我们经历了很多可能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 所以我想用镜头去记录这一些 美妙的青春的瞬间 来记录我们自己的梦想 我们的奋斗 我自己呢也有我自己的梦想 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就对媒体这方面很感兴趣了 我一直都想学新闻想学媒体 是因为我渴望拥有一个 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声音 然后我想用这样的声音去 影响他人去激励他人 所以这个纪录片呢 我希望以它来作为 我对我理想追求的一个起点 留学这条路 在外人看来是很光鲜亮意的 并且它确实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但是我想说其中的酸甜苦辣 其中的心酸 可能很多时候只有留学生 自己才能体会到 所以如果你是未来 想来美国高中也好 大学也好 留学的留学生的话 我希望我们都能一起 不忘初心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以最初的信念 一起来度过各种的难关 不管是文化上的冲击也好 还是社交上的困难也好 就在眼前 受过伤 也流过了眼泪 为了梦想风光 这一次又怎样 跳舞 跳舞 骄傲的少年 年轻的心里面 是家里的心点 站住吧 骄傲的流血 是你的歌 我要再唱一遍 如今我成装在发充满正能量 学会坚强的面对生命的真相 成功或失败不是用结果去衡量 除这荷梦那只会让我变得更强 经受过去如和嘲笑那又怎样 胜利的使命仍然背负在我身上 年轻的旋律多么自由而奔放 放飞你的心永远到胜场 放飞吧 骄傲的少年 年轻的心里面是家里的心灯 掌揍吧 骄傲的流血 声里的歌我也再唱一遍 放飞吧 骄傲的少年 你亲的心里面是家里的心灯 掌揍吧 骄傲的水 声里的歌我也再唱一遍 whose励 Motion fails discussingOLD 唯会 的声 之后 混账 一些 你有 copper 感谢观看